三禧 各位媒體銜近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有關於是前陣子宜蘭縣長林茲廟的親姓 也是林茲廟女兒林憶玲的同學 縣政府的專員許智信 他不僅是縣政府的專員 然後也是緊緊跟隨在林茲廟身邊受他重用的人 可是卻打著縣府可以投資我們縣府的標案 去匡騙取得了將近兩億元 那就逃亡了 如今現在人抓到了 可是縣政府也是撇了一干二淨 但是我們想問林茲廟縣長 難道跟你沒有任何的關係嗎 許智信是身為縣政府的專員 利用職務之便 然後藉由政府的標案去慫恿身邊的人一起做投標 有錢大家一起賺 難道許智信沒有涉入這個標案當中嗎 到底我們想問縣政府到底還有多少的 難道許智信沒有涉入標案當中嗎 縣政府實際到底有沒有去做清查 到底有多少的標案是透過這種方式所取得的 我們要請林茲廟縣長的縣府團隊繼續來說清楚 而且在今年九月的時候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臨時人員也透過不當的取得方式利用職務之便 炸得了將近一千八百萬元 可見林茲廟縣現在團隊從上到下幾乎都成為詐騙集團 林茲廟縣身為縣長不就成為我們詐騙集團的首腦嗎 所以我們要詢問林茲廟縣長的團隊到底還有多少的許智信 要來繼續欺騙我們遺安的憲民 議長哈囉 現場我們所有的美女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薛誠義 針對許智信的這個事件 其實這兩個禮拜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是許智信 其實國民黨從黨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在騙 包含像比如說這兩週我們大家都知道令北郎有這個事件 國民黨黨功有攝入而且還讓這個就是惡意攻擊我們執政黨的這個網紅 可以這樣子自導自己來欺騙大家 那到這週呢看到許智信實際真的是詐騙人了啦 那甚至像是這個熱議的馬文君的這個立委 他也是在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內部就對我們國家對我們的國民騙騙騙 所以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都在詐騙都在騙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黃申婷字詞在他的臉書上面寫的齁 他寫的很多關於他自己的這個介紹裡面寫到說 我不認識黑道詐騙分子也沒有財團金牛背景 欸我請問一下我們這個黃申婷立委候選人 請問一下你所謂你不認識這個詐騙分子 那許智信你不認識嗎 許智信跟你是大家都知道 從林之廟做羅東鎮長到現在林之廟做宜蘭縣長 人家都說你們就是林之廟身邊的金童玉女喔 你們真的不認識嗎 你不曉得這些詐騙事件嗎 那我想請問一下 許智信是林之廟身邊在詐騙的親信 你也是林之廟的親信 林之廟身邊還有多少的許智信呢 那你身邊有沒有許智信 這件事情是不是要說清楚 許智信你要check嗎 來這個是我們在黃申婷的臉書 2023年的8月16號這個貼文 他在這個水燈節的敗票 黃申婷在敗票在握手 許智信就在旁邊 競選團隊服務團隊 林之廟的意識在這裡 到底有多少 這個許智信事件出來之後 你口口聲聲說要打炸打炸 這個事情都完全沒有表態耶 只會不斷的把本黨已經不起訴事件 拿來造謠跟抹黑 除了這個事情你在講你打架之外 其他的時候這種時候 你都毫無態度 請問一下立委候選人黃申婷議員 這個事情你到底有什麼態度 你應該怎麼面對請出來說明 所以我們要再問一次 這個親信詐騙的問題 黃申婷你身邊到底有沒有許智信們 還有多少許智信們在國民黨 我們要呼籲我們的選民 擦亮我們學量眼睛 這次的投票千萬不要投給 真的再詐騙的國民黨 不要投給真的再詐騙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謝謝 最親信的 起智信是吧 黃申婷是吧 現在一個收到那個人 現在一個在選舉 收到那個人那個人說 他那篇 的理由很多 其中一項 都為了林志廟的歌詞 現在 喜智信 發展這麼大的事情 偏這麼多次 危害 社會這麼大 政府形象 現在政府形象 現在 射到那麼大的 這個 徹者 仍然 仍然 相信 射到五日 我要請問 同位 左右父母 黃陳寧 身為 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是最親切的 是 兄妹同盟 兄妹兩人組 現在一個想法 你現在在選舉 你對 你回去 來 為何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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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騙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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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從羅東的公保期,到衛生局的理簽案,到最近的詐騙、行騙的專員 一連串的弊端,您知廟縣長你應該要跟縣民交代清楚 一個專員能夠行騙、詐騙兩億多,如果扁著他的形象,是不可能詐騙到兩億多 一定是這個縣長的名義在外面行騙 這個縣長你應該事情發生至今,你應該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過去我們常看到,現在要選的立委的防塵庭,隨時跟著您縣長身邊 一個他很親信的一個專員來行騙整個宜蘭的這些鄉親 我希望您縣長應該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讓整個事情來龍其邁,向縣民鄉親交代 過去詐騙人民的鈔票,現在還想要來詐騙人民的選票 陳俊女是陳歐柏的親戚,陳歐柏涉入IMB的詐騙案 拿詐騙集團的錢,用詐騙集團的車 還跟詐騙集團一起做生意,一起炒地皮 這些過去媒體都已經報導了 而且檢察官也都已經在偵辦當中 至於薛成義用詐騙集團拿詐騙所得買的房子 來當作競選總部,這些也都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 民進黨的候選人,他不但詐騙國家 拿補助款,蓋豪宅,自己住 聯合競選總部用的人,也都是跟詐騙集團相關的人 難道信總就是詐騙集團的總部嗎 大家估計畫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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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